南韓總統引席月5月10號就職滿一週年 先前總統辦公室預告不會例行舉辦記者會 而是透過引席月官方YouTube頻道 用影片回顧這一年來的政績 引席月自任交出漂亮的外交成績單 提升南韓國格增進國家利益 兌現了他當初的競選支票 這一年來他頻頻出訪 最值得一提的兩件大事之一 就是4月底赴美 展開南韓總統睽違12年的國事訪問 慶祝韓美同盟70週年 引拜會後共同發布華盛頓宣言 引席月還來到美國國會山莊 發表全英文演說 也是繼普警惠之後 南韓總統時隔10年 再次登上美國國會講台 英席月訪美不但推進於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 也拿下59億美元的投資大單 包括美國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 和多家高科技美氣都宣布加碼對韓投資 經濟外交成果豐碩 今年3月引席月出訪日本 為日韓雙邊時隔12年 重啟元首穿梭外交 日韓破冰大和解 重啟韓日安全對話 接力經濟安全協商機制 積極合作應對北韓威脅 而岸田文雄也在影席月上任週年前夕 到南韓進行兩天訪問 回應實行傳說外交 然而努力拼外交的影席月 也遭反對黨批評 對日本過度讓步 而對美國則是矮化自己 當個言聽計從的小老弟 當初以48.6%得票率 當選總統的飲息月 實證支持率在一年內 下跌約15個百分點 成為除了前總統盧武炫以外 上任滿一年時 支持率最低的南韓總統 民眾肯定他在國防 安保上的絕對力和行動力 但不滿意經濟 民生 物價方面的政策 接下來四年影席月要挽回民心 在內政方面可要多加把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